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叫水晶洞的村子 水晶洞是坐落在山腰上的小村子 以前这里住着二十余户人家 虽位于贫瘠的山中 但家家五谷丰收 获得非常富裕 成为了邻近村民们羡慕的对象 但有一天 这个村子起了一些变化 很久以前 水晶洞的山对面 有一座法权寺 这里的和尚 来到水晶洞一家妇人家里画园 南乌观世音菩萨 施主 请您施舍点米粮吧 但是 妇人却生气地对她说 真不要脸 年轻人不去工作 来这里乞讨 真是废物 妇人大声呵斥 抢了和尚的拨后 狠狠打了一顿赶了出去 别让我再看见你 下次绝对不轻饶 和尚气得要死 但身为出家之人 又不能打架 为了安慰自己气愤的心 登上了山头 这么没有人情味 怎么会有那么多福气呢 真是怪了 惊于风水地里的和尚 静下心看了看四周 突然看到了兔子模样的岩石 正在俯视水晶洞村 啊 原来这个村子这么富裕 是受到兔岩灵器的缘故啊 第二天 和尚把大锤和凿子 藏在兔岩后面后 来到了妇人家里 看见和尚敲着 沐鱼画园的妇人 气到了头上 真可恶 竟然把我的话 当耳边风 来人啊 去狠狠教训那个和尚 这一次 和尚被打得遍体鳞伤 赶出了门外 和尚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 爬到兔岩 找到藏着的凿子和大锤 狠狠地将一只耳朵凿下去 然后飘然离开了 从此 村子越来越不景气 村里的人也一个个离开了 现在的水晶洞 只住着厚道的三户人家 而且 兔岩周围 至今还留有 河上打碎的 一只耳朵的碎片